今天来玩点刺激的 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开盲盒 我跟你们讲盲盒不能只玩什么玩偶手办 那都不刺激啊对不对 至少我知道我买的是什么东西 要开就要开那种什么美妆啊服饰类的 玩的就是心跳 你花了钱你都不知道买了什么 有可能是Armani的全佑 也有可能是9块9完全不知道名字的杂牌子 到底值不值呢 最近大家在弹幕里和我一起判断吧 前几天我在逛某宝的时候呢 就在四个不同的店铺买了四个不同的盲盒 全都在这儿了 美妆盲盒呢就是它会有一个固定的价格 比如说我这里面最贵的是这个 要248块 这个呢是最便宜的只需要98块 这个钱我是花了 但是我买了什么我是完全不知道的 我是不是要买这个东西 我这几个盲盒呢都是在一些海淘店买的 有欧美的日系的还有澳洲的 它会卖什么Jeffrey Star Fenty Beauty啊 感觉还可以就看详情 你也觉得再怎么差都不会特别亏吧 我们新开这个98块钱最便宜的啊 这样开不好我也不会太难过 哦 这个是我之前有推荐过的一个品牌 叫三斯戴赫马 我推荐过它的身体乳 它还带了一个大礼盒 我们来打开看一下 哎呦那味儿了真不错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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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诺乳酸菌换肤平衡水乳套盒啊 啊 就这 我刚才一打开我以为它是个很漂亮的礼盒 然后打开之后特别惊喜的小产品 结果这就是个护肤品的套盒啊 就这 啊就这 和诺你们听过这个牌子吗 我好像在哪看过 搜搜搜多少钱啊 嗯这个礼盒在某宝上均价就差不多是140左右啊 这个是他家挺热门的一个产品 是那个白黎卤唇的精华 为什么这个精华有人卖88 有人卖240多啊 啊 88的是真的吗 我们就按88算好吧 这个盲盒我花了98块 这个产品我们就按88算 这个是140多 我们就按140算 总价是228 赚是赚了 但是我怎么心里这么不舒服呢 不是你个澳洲的店 你给我发国货的水乳哦 啊哈 我们来开下一个好吧 我们来开这个最贵的248的 他家卖的东西我很喜欢 期待一下里面有什么 所以盲盒是没有盒子的吗 我以为盲盒它会包装的很精美 这和我平时买的快递没有什么区别啊 啊 Rare Beauty 啊 Selena Gomez的牌子 哦 哦 哦 Fanty Beauty 是高光吗 highlighter 是哦 哦 这是什么 哦 哦 这个牌子辱华 那我们不说不说它了啊 我还是想打开看看是什么 对不起啊 我再打开看一下啊 我不说它是什么牌子了 我看到网上有卖类似的这一套 是69块钱 我们就算69啊 哦 我怎么觉得这块高光不太对劲呢 你们看一下这块高光的压盘 还有这些缝隙 还有这些渣渣 它就是这样的吗 它有两个颜色 一是这种水光感的 还有一种金属感很强的 嗯 它可能压盘子是那样的 涂开还是挺好看的啊 我也不能说它就是假货 打个小问号好吧 这个产品在网上卖145 嗯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 Rare Beauty的唇釉啊 这个颜色还可以对吧 不是那种特别鬼打墙的 我看看这个多少钱 哦 这个也要138呢 哦 我这个今天最贵的248的盲盒里面 开出的这三样东西 总价是352啊 248 352 还赚了100多呢 嗯 不知道为什么我还是不开心 哈哈哈哈 这个包装看起来是最用心的一个了啊 这个价格是199块钱 我们来打开看看 我心目中的盲盒 就大概是这样子 好歹是个盒子 然后产品在里面对吧 有点神秘感好吧 前两个太不走心了 啊 哦 这什么东西啊 我见都没见过 哎 这是个正装吧 啊 我怎么感觉这个用过了 啊 不是 他 他 我没接他自己就掉下来了 你看 啊 而且里面好空啊 那我也不好说什么 那可能他本身就是这样的吧 我 我涂一点试试 一个认识膏 哦 磨砂膏 打倒了 不好意思啊 打倒了 嗯嗯 啊 HR的 这是中样吧 这是HR 啊 30毫升的一个卸妆乳 啊 不错耶 可以耶 这是什么 蓝蔻的卸妆水位 打印 你看一下 啊 这个盲盒有那味儿了 就是不一定是正装的 但是一定是很多东西 然后 很多新奇的东西 你平时不会买的东西才可以 这才是盲盒的意义 对不对 这是啥呀 这是一个赫拉的口红调色盘啊 嗯 这个不太喜欢 哦 这里面是一些 小样 有香水 是个body cream 啊 身体弱 这么小 啊 这个HR的中量才30块钱吗 我以为HR好歹 这个蓝蔻的卸妆水是25块钱 啊 这个才35 那我剩下这些破烂小样 算多少钱啊 你就算5块钱一个 45 20 加 20 好 再140吧 我花了多少钱 我这花了199的 而且这家是号称自己有 Tom Ford和圣洛兰的 那可能我运气不好 我没开到吧 我们来开最后一个 这个价格148啊 我哭了 我吃饭啊 来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个盲盒啊 148的 期待它有惊喜 哦 这啥 啊 就这 这是啥东西啊 暖宝宝 暖宝宝 你这 哪有你这么发盲盒 这是盲盒吗 为什么你快递是圆通寄过来的 然后这边是捆着中国邮政的东西啊 我要气笑了 我都 哎呀 嗯 我都 我都 你发我这种东西是想干什么 就 可能有人拦着你 帅哥你扫个马 我给你一片面膜 我都不会要的 就掉地上 我可能都不会剪吧 就这种东西 这牌子我看着 有那么一点眼熟 但我真的没有用过 这牌子东西 叫什么揍啊 还是怎么读啊 是个眼影盘啊 网上卖差不多 八十块左右的一个样子 打开看看颜色怎么样 就这 就这 这盘 我骂人了 不好意思 就这盘 这配色 是国货里一大把一大把的 这显色度也就 打扰了 再见 Quidad Beauty这支 官网比较贵一点 209 然后代购基本上都是98的样子 然后再送一点乱七八糟 这些算多少钱 算它五块钱吧 好吧 加五等于178 我这个是花了148买的 将八吧 怎么说呢 就勉强啊 算是不亏 看看这个颜色 好死亡啊 死亡的颜色 是谁人图啊 卖不出去塞给我的吧 而且这个盒子怎么这样子啊 这个盒子上面 你们能看到这上面这些划痕吗 我刚拿出来 这不是我弄的 还有很脏的东西 你看到了吗 这别人退货退回来的吧 你们能看到吗 我就刚打开试了一次 就这里面都有那种口红的唇膏 我要骂人了 等一下 你就把一些破大门要的 推货的东西 给我塞到一个 太快 OK 生气 世界和平 今天这个盒盒 除了这个啊 价格上是有点亏的 其他都是赚的 但是我真的很不开心 然后哭了 我真的非常不开心 这哪里是盒盒 这就是清仓福袋 能想到发 就为什么做这期视频呢 是我看到国外有订阅盒盒 我喜欢你这个牌子 然后它每个月都会给你固定的寄一些产品 再加上什么联名的镜子啊 香氛啊 护手霜 用一个特别精美的小盒子寄过来 就不管是不同类型的护肤品 还是你可能不太常接触的颜色 你可能通过这个盒盒 你寄过来了 发现一试还挺适合我的 这个才叫惊喜 今天这个盒盒也太不走心了嘛 就感觉是一大堆我卖不出去的产品 给你一个打包架 你别问 问就是超值 太失望了 真的 就给大家递个雷吧 大家也擦亮眼 你有这个钱 你就直接去买你喜欢的产品就好了 不用在这玩这个东西 好吧 大家如果还有什么想看的美妆产品测评 欢迎在弹幕或者评论里告诉我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今天给我个一键三连好不好 今天真的有点不开心 我们下期视频 我们下期视频